2020日推排行榜前30超过一半都是鬼灭相关 美美方面更是稳定占据热搜第一 这说起来也确实不能怪粉丝们太狂欢 实在是因为这最终一幕的质量真的过于惊为天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每个人看完这场极致的演出后 都无可避免地害到不行了 所以今天三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这一集的鬼灭到底有多强 首先要说 王道热血题材凭什么能几十年来经久不衰 凭它有多么丰富的剧情吗 凭它多么深刻的内涵吗 肯定不是 观众追热血们的原动力 无非就是他们打起来的场面特别特别的爽 这一点UFO Table可谓是比任何人都要懂 说句老实话 飞碟车的文系水平属于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他们的作品一向是打斗睡到流泪 文系节奏稀碎 要不是拼刀和宝具确实睡到没话说 当年月初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他 包括第一季的鬼灭 也一直有这种节奏托他内心独败太多的文系硬伤 直到如今也没看到多么明显的进步 本季整体虚实节奏在原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快 话不说直接开打 从此就真的是连续不断的一路打到了第十集 而且几乎每集都有高能作画场景 但又几乎每集都有突如其来的回忆终止高能 让观众回回都是爽了 但没完全爽 如此编判下本该燃道爆炸的打击总是被频频打断 你不可能指望观众对此一点怨言都没有 实际上还要严重得多 第八集上来双方就面对面溃聊 一聊就是足足半集 看的人真是头大如斗 后半集又突然爆发超华丽的打击 搞得我差点都精神分裂了 但毕竟看连载动漫还是讲究一个结果论 追翻档最后都会变成补翻档 大多数观众其实没有说看一集 抠一集这么挑剔的程度 只要你能缔造一场碾压一切的爆炸式高能 那么几乎所有的小问题都不是问题 你要知道上季十三集前 鬼魅的风评与热度只能用惨淡来形容 然而第十九集火之神神乐一出惊艳全望 所有观众集体是一 大家只记得 鬼魅是天 被灭射是神 这倒也不是以偏概全 追动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无非就是图一个爽 看得爽了观众自然就会买账 游锅片的第十集 就是把观众的爽点扩大到了极致 这集一开始就承接上一集的惨烈战败 主角方最强者因祝生死不明 朱祝和善逸君失去行动能力 迷豆子陷入沉睡 只剩探志郎一人面对几乎满状态的上六兄妹 肌肤太郎以猫戏老鼠的鱼获姿态镇压全场 可以说此时此刻 主角所面临的绝望感已经达到了顶峰 然而下一秒 探志郎抓住了仅有的一点点机会 一记头锤吹响最终的反攻号角 总算将刀刃架到了上六脖子之上 同一时刻 善逸与双腿暂时崩坏为代价 放动最强的神速霹雳一闪 伴随雷光与刀光闪过 激昂的配乐恰到好处的香气 这一千载难逢的翻盘时刻 瞬间就揪起了所有观众的心 但拼尽全力的反击 还是无法弥补硬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进攻被完全化解 探志郎危在担心 就在此刻 最关键的一锤定音之人站出来了 音助雨随天缘再度华丽登场 携带彻底完成的普面 与上六巅峰对决 这一段爆爽之急的打戏 真是精彩到难以形容 两位之尊从蓬莱东路 一直站到铜锣湾西 自灭意 对方所有人均抱着 以命换命的觉悟 与上弦血拼到底 探志郎顶着浑身的刀伤 和早就见底的体力 开启半文挥出最后一刀 猪猪胸口被刺成血流不止 能拼尽全力 助善意拿下鬼之手机 全员都堵上最后一口气 允许渺茫 却近在眼前的圣机 经费爆炸 诚然 本集的制作成本 据计算已经超过1亿日元 仅仅在24分钟内 实现了超越剧场版的精彩制作 经费方面果然是相当可观的 但你要知道 做动画不是杂浅对料 想实现这种层级的演出效果 完成高帧数的流畅打气作画 高精度的3D场景渲染 简单的show me the money 是远远不够的 这其中画师们付出的努力 真的是难以想象 引注于上流对拼那一分钟的作画 可以说必将成为 以后打气卖的常驻嘉宾 而且有充分实力竞争年度最佳单集 就算有0.5倍速看 都能完全看清所有细节 这一分钟的作画工程量 又爆竿都不足以形容 只能说这简直是在透支画师的生命 所以在看完这一集后 我只想真心感谢全体制作组成员 是你们的辛苦努力 才让我们在新年之初 看到了如此畅爽的优秀演出 不过说实在的 这集就算削减一半的化石与经费 以UFO Table的技术力来看 做出另一层次的震撼单集 依然问题不大 TV动画毕竟没有票房方面的直接手艺 乍一看貌似性价比不高 但显然 他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不计成本不计人力 就是要做出一集 让全球观众都惊爆眼球的超级动画来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单集演出的影响力 鬼魅要是没有第19节的巅峰场面 让其迅速破坠 那他绝对成不了如今的国民级动画 这就是王道热血们的最大优势所在 只要投入的成本和技术力足够 他们都有能力贡献出一场 帅到抽搐的顶尖打袭来 路飞打卡尔那一场 不知道给海贼拉回来多少劳粉 名组合体的野青回大战 一度让观众对伯仁专有了好几分信心 这种效果 其他动画做得到吗 他做不到 你看赛马娘 包括我自己在内 所有我认识的 我知道的 我了解的 全体动画UP都在吹赛马娘 所有看过赛马娘的观众 也都在吹赛马娘 结果赛马娘的播放量 还是这么的真实 没办法 因为观众也就是这么的真实 比起情感和氛围上的演出 还是打戏的演出 最直观 最畅爽 也最能让观众第一时间 产生想看的欲望 只有来上一场 纠集高光吸引住观众的眼球 让观众产生兴趣了 你才有空间 慢慢的讲故事说内涵 这就是热血战斗番 几十年来 雷打不动的竞争力 游国片第十集之后 接着马上就是 直接又是二度风神 爽文剧本 虽然我个人是谨慎不看好 但万一呢 最后总结来说 这一集的鬼灭优点和缺点 都同样明显 但其优点实在是过于亮眼 打戏演出实在是过于燃爆 让它闻戏上的烈势 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当然只要第十一集超神 这个评价也可以逆转 在经过了业界 颇见颓势的2021年后 能在年初看到 这样一部匠心之作的优秀作品 欣赏到如此超越巅峰的 一集精彩演出 我想我们作为动画观众 还是足够幸运的 希望这家九富盛名的UFO TABLE 和横扫业界的传奇动画 能在以后为我们带来 更多更好的意外惊喜 那么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很久没有专门 做一期慢屏吹击动画了 主要是之前的绝道的书动画 的确不配 但现代它有了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美式 一个让你狂喜的视频了呢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